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下午的3点13分 小涨37点 今天开高就80点 开高80点 大如果加把劲 那行情是大有可为 只有开高就一路走低 收盘涨37 虽然还是涨啊 有涨总是好事 成交量2526亿 比昨天2600亿又下修一些 大家打瞌睡 在杜估啦 你说美国欧洲跌 那打瞌睡就算了 美国昨天好得不得了啊 昨天欧美股市全面大涨 道琼涨了560点 纳达克涨了2.4% 菲特曼提涨了3.3% 你像美国涨成那样子 结果台北股市量反而更少 美国为什么大涨 昨天拜登已经说了 不会有新的管制或封锁的政策出来 是不是被我说中了 你看前两天 因为新的疫情 新的病毒 这种病毒 扩大感染 扩大传染 扩大传染 两天 道琼跌掉1000点 这个情况没有改善啊 还持续恶化当中 我昨天特别给大家看过 这是礼拜一新的确诊 你看英国8万多人 美国7万多人 很严重啊 一半都在欧洲 一半都在欧洲 昨天是更严重啊 你知道昨天英国一天确诊 新增17万人 一天新增17万人啊 确诊人数是double的 那德国昨天也冲上来 一天新增确诊就六七万人 所以新增确诊人数一直在扩大 那股市为什么会涨 因为没有人敢再去封锁了嘛 对不对 因为这一次虽然感染力很强 可是重症率不高 那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已经快要放假了 除了美国 欧洲都在拼经济 不敢再封锁 另外 欧美人年假从 礼拜六的圣诞节开始到1月1号 人家要过年 你把人家封锁 锁在家里不出来 又不是中国大陆 你记不记得 去年武汉肺炎刚发生的时候 整个武汉全面封锁 正好就在过年一段期间 整个武汉全面封锁 所有人过年全部封在家里 不能出门 整个风声鹤唳 问题是这个情况可能在中国发生 不可能在欧美发生嘛 要过年了 欧美国家不敢去封锁了 所以你要有政治判断 股票分析 除了行情判断以外 很多政治性的判断是很重要的 政治是经济的基础 政治也是经济的基础 我在做政治的判断 也是很准确的 所以昨天跟大家讲过 拜登不敢封锁 你看昨天一发布出来 果然是不敢封锁 不敢封锁 市场就松一口气嘛 那股市就出现大涨 那股市出现大涨 台北股市反正大家不敢买 你看昨天 光是ADR的部分 鸿海涨2.3% 台积电ADR 涨了2.1% 日月光ADR涨了3.7% 联电ADR涨了4.4% 光是ADR都已经大涨3%4%了 那台湾这边实际交易 反而没有那么强啊 台积电只有3元而已 联电比较好一点 也不过才1%多而已 也不过才1.2%而已 红海还下跌的 对 日月光今天 涨1块钱 也没有像ADR涨到3%那么多啊 所以信心的问题 因为又快接近1万8% 大家又开始保守观望 然后又想到 法人会不会去放假 兼外施小买 法人动作确实是有减少 兼外施只小买20几亿而已 我们来看 今天外施只小买17亿而已 所以外施的动作有减少 分别买超500多亿 买超559亿 卖超542亿 之前外施一天买卖超 大概都会在800亿左右 买800多亿或者卖800多亿 那今天降到剩下550亿 所以外施的动作也有在减少 那其实外施的比重 占整体成交量比重 大概只有20几%而已啦 要过30%门槛本来就不高 所以大多数还是投资人的交易量 为主要 占大概三成的交易量 那如果连投资人都矩了 那行情要大有作为 可能就不容易了 我昨天特别跟大家谈到大盘的部分 你要仔细听喔 我曾跟大家讲过 黄金叫他出来 还会再冲高一次 再冲高一次过程当中 量一定要揣 不可以这样子 一直龟缩 一直龟缩 就不是好现象 你看前一次的时候 3700亿 11月4000多亿 4000亿 那其实这个量也都不够 你看7月份的时候来18000 是6000多亿 而且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6000多亿 那上个月已经降到剩下4000亿 已经不够了 更何况目前剩下2500亿 所以这种量大盘要供出去不容易 可是指标 好 他又赋予大盘在供的机会 所以我首先提醒你了 会再扣一遍 可是扣一遍的时候 量一定要揣 如果量没出来 该卖你要卖 该买你要买 该买你要买 起管的你要买 底部的没问题 因为底部最近很多底部的补涨股 你看今天 国具也在补涨 对不对 3042经济也在补涨 很多底部的股票开始补涨上来 那高档股票你要会退 你看我昨天卖联发科 今天联发科就涨不动了 昨天我卖联勇 今天联勇也涨不动 我昨天也卖了2376的技嘉 都探那么多啊 探整部的啊 899群联 我今天也叫会员 叫VIP会员 各位 全部没掉 因为都已经涨那么多了嘛 昨天除息 当天就填息 那因为美光财报发布大涨10% 所以基体股 今天反而是群联最强 我今天通知VIP会员 手中还有的全部出清 已经40几%上来了 电子股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资金的分配 今天量本来就不够 今天钢铁股剩下2.8% 礼拜一的时候7% 全市场大家都在讲钢铁股 只有0.8%说钢铁股 我没有那么认同 因为金属价格崩跌之后 回顺的力道并不强 果然讲完之后 钢铁股起一天6两天 所以现就在行情 你仔细看 你会发现到 有很多股票都是一天两天 就没有了 一两天就没有了 没收你不敢买 看着你收你跳下去就透到了 所以你要去判断 它到底有没有续航力 如果没有续航力 那不要去强强短限一两天 假不容易就算 阿头就够麻烦的 今天航股的部分 成交量降到剩10.6% 昨天还有16% 今天降到10.6% 降到10.6%量更少 量更少 有量有价没量没价 这是最实际的问题 这是最实际的问题 电子股今天占了67.3% 可是整体量不够 电子股分配也不够分配 所以个股表现还是比较重要 今天航股的部分 长龙跌一块半 洋民跌一块半 六口拌是没多 可是这个量一直在萎缩 昨天洋民五万六千张 今天剩下两万九千张 长龙昨天九万五千张 今天剩下五万四千张 量缩到太小 量缩到太小 有时候也是个关键 听懂我的意思吗 像这种行情 没有人会去讲航运股 没有人会去讲长龙扬民 大家都一头热 大涨大家都跳出来讲 那一停下来会一下跌 又没有人讲了 只有林银持续一直在追踪 长龙扬民还有没有机会 我跟大家讲过 这是一个国际化的趋势 这是一个国际化的行情 你要看国际的同步性 是如何 昨天马士基收盘平盘 可是股价再创新高 所以可见的欧洲的海运公司 多头气势没有变 赫普罗特昨天继续涨2.23% 股价继续创历史新高 所以欧洲海运股 又进行的时候 长龙扬民位阶相对比较低 你要在历史高点 长龙扬民历史高点在230 所以我们现在位阶还是低 只是市场意愿 大家并没什么管 你现在没兴趣 那就算了 你不要到时候如果又 发动 那你又去追 这样就不好了 第一不敢买 高拼命追 兵家大计 今天亚洲的日本的三家海运股 三井小涨0.12% 昨天这三家都大涨3%到3.5% 那今天几乎收平盘 三井0.12% 今天游船收平盘 川崎小跌 0.99% 整个现行还是很强的陷入 那长龙扬民尖量说到极致了 昨天外资买了106亿 买套第一名 我们来看 自昨天礼拜二 外资买超第一名的股票 开发金3万4千张 第二名扬民13000张 长龙9500张 昨天外资是大买长龙跟扬民的 今天丢丢了 今天丢丢了 外资昨天还在大买 所以长龙扬民还有机会再攻 虽然今天量缩 黄金交叉刚出现而已 所以还有机会再攻 只是在攻的时候 量还是很重要的 这种量不行 扬民也是 黄金交叉刚出现而已 所以还有在攻的机会 加上全球的海运股都很强 货贵人都很强 只是量不能再一直这样龟缩 长龙扬民这整个破单上来 扬民50几%了 长龙也赚了60几%了 所以现在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该购我会判断 该购的时候我还是会购 该购的时候我还是会购 你如果没败就不要去败败了 那有带我做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量不够 所以落后补涨股比较强 今天自身涨了5.8% 自身涨了一波又回来起涨点 那今天又拉一次 机器也算是比较低机器的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昨天心向外资大买 可是你要注意到的是 这里的套牢解得开解不开 以目前的量来说是落差还太大 所以量如果没有办法出现对等量 不要去队关 很容易被套到 有时候眼明手快啊 观察东西要入围 要细腻 今天联发科落5块钱 我昨天卖掉了 为什么要卖 给大家看过 这边的套牢是 2万5千张的套牢 夹套2万5千张 现在甘村2、3千张 今天联发科甚至于 剩下1,329张 村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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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套牢 要快贪一泡三多%的啊 加上中间做差价 已经有快40%了 那就收了啊 收回来 把资金再转到底部的股票 重新再规划安排嘛 联永我昨天卖的 今天也上不去了 那为什么要卖 我长期还是看好的啦 因为联永北比才8倍 也是很低 只是来到前部的套牢区 这个套牢一天是3万张的 现在一天剩下6千张 6千张要去洗3万张的套牢 太勉强了 指标也在高档 这样你这个破端上来 已经50%嘛 涨了50% 获利收 等下一波 找机会再说 联电有没有机会 再拉台一次 有机会 因为黄金胶刚出现 可是再拉台一次的时候 这里的套牢量 能不能解开 所以后面接下来很多 量很重要 微量试问啊 很多微量试问 日月光也是 黄金胶它刚出现 所以有机会 最后一周外的时间 外资会去扭买 毕竟北比7倍还是很低啦 旺虹 外资也是没有退的 而且融资一直在减 对 融资一直在降 我说最后的机会 就是要找那种融资降 外资一直在买的 昨天外资也是继续加码 旺虹 买了2581张 旺虹黄金胶差也出现了 42块有那么多站起吗 42块也站起 站上所有均线 就有机会再攻击 那我们买很熟的 对不对 我们从35块就开始买起来 35 36 37 现在40几块 都贪钱的 群联我卖掉 我就不再讲了 群创跟友达 最近其他股票强 所以焦点被分散 焦点被分散的时候 群创也要注意 这跟量太大 这里量不够 要稍稍不够 所以如果量还不出来的话 那该走先走一趟 等下来重新再接就好 这波涨上来很多股票都回到 前波的套牢区了 如何去解套 要看市场 做价的意愿够不够 所以量的判断 一定要注意 铜灰 你看最近都是补涨型的股票 都是落后补涨的 也是底部开始补涨上来 铜灰业绩也很好 今年美股获利应该12块到13块跑不掉 本来比10倍而已 所以尽量去找底部的 不要去队灰 去队灰 要去队灰 钱收回来 又找队灰 你看经济连续两天 两天又出现了 昨天我就跟大家提过 日本的电波 在马来西亚的工厂淹水停工 我昨天跟你讲 今天报纸出来 像是资讯爆炸的时代 比速度 资讯取得的速度 你等到报纸再报导 那个如果他都一两天 你就没糊 那你不管101买 102买 103买 我今天通知会员 111全部卖掉 今天收盘也在111 因为来半年线 来先买这个 我还要点Q就好 那要10买也不错 我今天是卖了经济的逢高卖 今天比特币概念股 超级强 今天最强就是比特币概念股 你看台相会有跟大家讲 量太大 我刚才在家就说了 表冠在那堆就没意义了 量出来了 那就退场吧 再找底部的股票再来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绝对是对的 今天比特币概念股全部大涨 比特币这两天大涨 重新又要回到5万美元了 技嘉我昨天也卖掉了 昨天卖掉了 都去一倍了 80几块钱讲的 涨到160一倍了 而且量是一直递减的 指标也是越来越低 所以正好收 不管 北米虽然只有八倍 还是很低 那也没有规定说要一次到底 对 一波一波慢慢走 分个两波分个三次也可以啊 技嘉如果有下来 我就会再进场 那华硕 最后的阶段 华硕有机会冲 这个融资也降到很低 融资只有2700张而已 融资一直降 筹码一直到特定的手里面 尤其子公司IPO 子公司IPO 融资 融资都已经标到900块钱了 这个在IPO过程当中 华硕是最大赢家 身份10块钱而已 身份10块钱 去那八九百块 虽然承销价格500多 还是很补啊 理他成本来说还是差很多 很薄的 那国具也开始发动了 对 国具也开始发动了 所以很典型的 融资一直降 我一直跟大家讲 最后阶段 连锐的股票 一定是什么 最后阶段拉台的股票一定是 本益比低 赚大钱融资低了 这样最后在拉台过程当中 才能够事半功倍 卖压轻 你看融资一直降 经历完之后 开始挡了 昨天涨了7块钱 今天涨了15块钱 两天起22块 涨22块钱也少了 中段整理刚结束而已 所以最后几天 国具有个人认为 还有再加速的机会 所以现阶段你要找 你要找底部的 法人作帐行情告一段落之后 那么下一个话题就是 集团作帐 下一个话题就是集团作帐 所以你不要再去买那种很高的 开始准备做下一个波段的安排规划 涨高的要记得收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不同的话题 跟特点 欢迎加入我们行列 每年最大的优惠活动 大回馈 税末588 我要发我们一起来 我找一档一档底部的股票 带着你一档一档慢慢的操作 三着趴 五着趴 三着趴 五着趴 三着趴 五着趴 带你一档 我会带你一档 黄德夫三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